的士拆劫回計女,綁手甩頭又古怪 晚了回家,好多人都會選擇的士 不過24歲姓李的回計女便搭錯拆的士 昨天凌晨,回計女便在金鐘回北角保馬山海景台的家 去到移境道迴旋處 40多歲的的士司機說,跌了東西在馬路遙執 誰知司機竟然是車尾箱,拿了膠索擋住回計女的手來打劫 還用黑膠袋凹頭 幸好回計女便逃脫,拋回一百米外的家,大叫救命 回計女便被搶走銀包,一千元Cash,還有值五千多元的電話 警察便在現場兜截都找不到人 交了被東區重案做追查 這次便是過去一年內第四宗同類案件 如果車是沒有I-Pan T-R,即司機的車牌 可能會有機器 不過她便說,這樣不夠安全 因為拆司機便可能會掛假牌 最好就是叫的士 因為的士台對旗下的的士和司機資料都有紀錄 這樣便會比較安全